你叫那些人去香港零加三 叫外賣嗎?吃兩頓飯嗎? 在這裡? 人家在享受啤酒,在吃腸仔 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來到環濱 我準備去看這個Gundam Factory 但是我們逃經這個玄丁商店街 我覺得這裡很有歐陸風味 我們一起走走 好,今天歐洲風情畫 這裡有些建築物都是蠻有歐洲風味的 還有一路沿路走的時候 它是播出一些歐陸風味的背景音樂 好好感覺,好像有些歐洲 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mall 有間cafe,還有幾間古像店 大家可以來這裡看看 全是我就是在這完成的 現在就 отдам這些 看到一個頂替風味的 看到一個外賣的曠王 我們在那邊看 我們就在那裡看 我們在那邊看 但是南邊的野道 那是 我們在那邊看 在那裡拍照 我會嗎? 很遠在那邊看 天氣真好,今天終於來到Gundam工廠 不僅是看高達,只是無敵海景已經值得到此一游 原來這裡可以偷看到高達,不過我覺得可以入場看一次,在這裡再看一次 Gundam,我來了 13歲以上就1650日圓,7至12歲就1110日圓 入場還會送這隻高達 我沒有買玩具,我這個入場費1650日圓送的,這個模型是 我沒有買玩具 還有它這個做得挺細緻的,不是說送的東西就粗製難做 大家看不看得到,有沒有歐夫,它的線條是很細緻的 不是真的一塊膠就算了 大家看不看得到,上面藍色邊那兩層是有人的,那裏就是給3,300日圓可以上去那裏 應該是再正一點,真的好像整個高達維修員那樣 尤其是胸部,腰部的那一層 真的好像阿寶咸的駕駛艙那樣 我一直看 임上 línea松,我們這 raped那一層 啊 首先,在冷藏中 數遮瑣 MING PAO TORON 好了 高大周看完了 其實它分兩部分的 第一部分就是它出來 做一點點動作 然後放一個POSE 大概過了15分鐘之後 它就收回手 然後退回去 就完成整個Show了 還有其實在於我自己來覺得 不會覺得這個Show 是特別很精彩很好看的 還有這麼大的機械人 如果真的應用在軍事上 其實是不可能 而且是很不實際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 作為一個有高達情意結 有機械人情意結的麻辣仔來講 有這麼大的東西在你面前動 其實是很震撼的 還有你看到日本 它好像一步一步的實現著 一個龐大機械人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最初在台場那裡 看到的高達表現 其實可能只是頭動一下 燈閃一下 噴一下煙 但是直到慢慢發展到 今時今日 它已經有這麼大的機動性的話 那說不定 真的有一天 可以製造到一隻這麼大隻 而是真的可以自由移動的機械人 也不定 期待 好了 看完古代出來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日落的時分 現在大概是五點鐘左右 今晚就會有一個啤酒節 我們等到入黑 現在欣賞一下環濱的日落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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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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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日本完全已經回復正常了 大家在這裡完全沒有距離 雖然還要戴口罩 但其實根本很多人在街上已經脫了口罩了 所以還哪有人的疫情 還殺凌家三 瘋了 有人在理你嗎 凌家三 你叫人們去香港凌家三 叫外賣嗎 吃兩頓飯嗎 在這裡 人家在享受啤酒 吃腸仔 哦 多多食物 自己一個人來 真是有點沒人的 如果人家一大群來 大家喝啤酒 哇 真是超爽 沒辦法了 吃自己吧 終於坐下了 剛才很嚴重 因為買了很多食物 人家通常都是有朋友一起來 一個霸位 一個買東西 我就自己一個人搞定 有時候去旅行 自己一個人很爽 但是在這些場合就很麻煩 但是總算坐下了 大家看我買了什麼 很多食物 有青口 這個 腸仔 這個 羊 還有這個 橙汁酒 好 吃東西 哇 這個是芝士腸 你看 有芝士 我旁邊的一台 日本人 見到我在這裡拍片 然後Youtube Youtube 然後剛才我跟他們乾杯 總算不用自己一個人那麼狼狂 有人陪我喝酒 就是這個 橙汁酒好像很好吃 這個 橙汁酒好吃 這個 橙汁酒是白酒煮橙汁 還有酒可以喝的 好了 終於都喝飽了 原來那個杯退回給他們的話 大家是可以拿回1000元的按金 但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把那杯拿回家 別說那麼多了 大家也看到我樣貓貓的 我也是時候要冷靜一下 過去吹一下海風 今天的橙汁私裡就到這裡了 橙汁的確是一個很舒服的城市 如果有朝一日 我可以在日本定居的話 我希望可以在橙汁這裡生活 好了 今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和share 有什麼想說的話就在下面留言 接下來還有很多日本的影展送相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次見